CBA常规赛第22轮 迎来了一场焦点比赛 广东队PK辽宁队 双方第一次交手 广东队输给了辽宁队20分 不过 此番双方再一次交手 广东队却打得十分顽强 在场面上并不输给辽宁队 甚至 在比赛大部分时间内 广东队都是处于领先状态 不过 比赛来到第三节的时候 却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一幕 广东队球员与辽宁队球员韩德军 发生了冲突 导致双双被驱逐出场 在第三节比赛还有五分多钟时 广东队以66比60 领先辽宁队6分 此时 广东队球员威姆斯持球突破上篮 韩德军防守犯规 不过 韩德军也是倒地不起 显得很痛苦的样子 裁判一声哨响 推了双方的犯规 为了更加准确判罚 裁判接下来去看录像回放 来确认这次犯规 就在裁判要去看录像的时候 威姆斯与韩德军发生了口角 似乎要干架的意思 好在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及时站出来 制止了双方的冲突 没有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 随后裁判进行看录像回放 最终确定韩德军阻挡犯规 而威姆斯在持球进攻的时候 手上有多余的动作 打到了韩德军的脸上 他的这个动作被确定为委体犯规 不过 由于韩德军与威姆斯在裁判吹停比赛之后 又发生了冲突事件 因此 现场裁判将韩德军和威姆斯双双驱逐出场 随着威姆斯被驱逐出场 由此一来 广东队只能以全华班阵容参赛 反观 辽宁队虽然缺少韩德军 但是 他们阵容并不差 在内线有莫兰德 球队内线并不会吃亏 从球队阵容来看并不会有太多损失 可以说 随着威姆斯下场 场上的优势将会倒向辽宁队 毕竟 广东队只能以全华班阵容参赛 而辽宁队依然有二个外援 让广东队更为头痛的是 随着韩德军和威姆斯被驱逐出场没过一分钟 广东队球员胡明轩再一次防守时 导致赵纪伟倒地 裁判通过看录像回放 吹了胡明轩一个委体犯规 由于在此前 胡明轩就有了一个委体犯规 因此 胡明轩也因为累积两个委体犯规 被直接驱逐出场 广东队两大主力被直接驱逐出场 这对于球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了 不管比赛输赢怎么样 还是希望两队的球员 能够在场上保持冷静 能够更加专注于比赛 给球迷奉献更加精彩的比赛 这场比赛随着韩德军 胡明轩 威姆斯被驱逐出场 也是让比赛失色了很多